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学习果树生产技术这门课程 今天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果树苗谱地选择与规划要素 我们从果树育苗的意义和任务,苗谱地选择及规划这几个方面一起来学习 果树苗目是发展果树生产的基础资料 果树苗目质量直接关系到果园的经济效益和渐渐成败 对果树栽植成活率、果园整齐度、抗逆性等都有重要影响 培育和生产、品质纯正、针目示意、生长健壮、分析发达 无检疫对象或病毒病的优质苗目是果树育苗的主要任务 苗谱地的位置代表着特定的自然环境 体现着一定的经济条件 苗谱地的位置一旦选定 其经营条件和自然条件以及即将采取的多项技术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便已确定 因此正确地选择苗谱地位置十分重要 苗谱地应选在交通方便便利于运输和销售 减少育苗过程中苗木损失和避免湿水而导致的苗木质量下降 最好设置在苗木需求地中心 要靠近水源便于灌溉 远离病虫害疫区 远离排放大量烟尘有毒气体和废料的环境 选择卑风向阳地势较高 地形平坦 开阔 坡度在五度以下 海水良好的地带 过于粘重 贫瘠 干旱 海水不良 或地下水位在一米以上的都 不适合做苗谷地 土壤要选择疏松肥沃 土层厚度在五十到六十厘米 灌溉方便 中性或微酸性的沙壤土 壤土 以及分害少 无病宠害的地方 苗谷地的规划要因地制宜 安排好道路 排罐系统 房屋建筑 充分利用土地 提高苗谷工作效率 根据育苗多少 分为专业苗谷和非专业苗谷 苗谷规划分为两部分 苗谷生产用地和非生产用地 生产用地分为母本园和繁殖区 母本区 母本区划分为两种母本区 真木母本区 繁殖区划分为实生苗培育区 自耕苗培育区 嫁接苗培育区和轮座区 非生产用地 非生产用地主要用于建筑房屋 道路排罐系统及防护梁 母本区是指提供优良繁育材料的苗谱地 如种子、结穗、芽、擦条、根等 繁殖区也称为育苗区 同树种、同龄期的苗木 应相对集中安排 以便于病虫害防治和苗木管理 轮座区 同一种苗木连座 常会降低苗木的质量和产量 故在分区时要适当安排轮座区 轮座的作物可选用豆类、鼠类等 非生产用地主要用于配置工盆 肥料池、休闲区等工作及生活场所 其次是道路、排罐设施、防护林等 道路规划也要结合区化进行 合理规划干道、支路、小路等道路系统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